你现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现在要补充一下一个资讯 因为警察刚才有网友说强烈谦责 你可以看看为什么他会拿回那个护照 现在有更多信息可以看到 这是刚刚警察放出来的 其实呢 他就是因为加拿大的大学取录了他 所以就给他一个护照 所以就... 根据警察的说法 一定要持平去说 因为根据警察现在最新的消息 他没有说到要他签费过书 可能真的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真的有可能是没有 警察他就回应查询 就说有人在社交媒体 说不会按时向警方报导 警方就强烈谴责这些公然挑战法纪的不负责行怀 这样 警方就说那个女子应该就是周庭 2020年8月10日就因为涉嫌违反 勾结外国势力罪被国安署拘捕 其实没有贷款他 这个一定要我一定要说 到现在都没有贷款他 他在2020年年底到2021年 因为其他案件入狱 这个我刚才有说到 周庭出狱之后 继续接受国安署的保释后查 这个是有的 保释后查已经是两年的事了 因为现在是2023年 好了 警察就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 他就说他想要去外地升航 并且有证明文件就要去外地升航 已经被取录了 国安署在9月就发了旅游证件给他 然后延长的保释期就去到12月 延长的保释期就去到12月 这个又是奇怪的 所以我就说 如果他要去外地升航 那你延长他的保释期就去到12月 一定要他在12月就回到香港 如果他回到香港的话 你当然会再延长 因为他要去外地升航 你要他在加拿大 读完读一会儿 然后便便飞回到香港 但是你9月给他旅游证件 你要他两个月就要回到香港 這些是很有趣的事 9月去 12月就一定要他回來香港 10月也要上學 10月不用上學嗎 所以有些事情就很奇怪 警察呼籲當時人懸崖勒馬 不要選一條不歸的路 一輩子背負逃犯的名字 DOSA就說 但是被控勒索罪都沒有被沒收護照之後 就在機場離境潛逃 有些人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也要講 有些人會這樣做 強姓就說周庭算不算有案底 周庭是有案底的 因為之前他有坐牢 他絕對是有案底 KMC2.0就說 如果他有提供出入境資料 或者還有一些可信性 但是政府應該不會 政府現在很被動的 為什麼呢 我跟同事談過 今天早上也有人問我這些問題 因為上了西方媒體的報紙 西方媒體是相信周庭 他們一開始就相信周庭多些 特區政府做了太多事情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是不合適的 那就不相信特區政府 那Protest說 我覺得批出國讀書是合理的 等他離開 不再回來搞搞震 但是想不到這個人 跟許智峯一樣 過橋抽板 利用這件事搞特區政府 那問題在哪裡呢 技術上有些事情是有問題的 我也要講 2021年開始 就已經被國安處 就是 要他 保釋後查 就是 勾結外國勢力罪 那麼警察呢 也都根據了 國安法第43條副表議的權力 限制了他出境 那麼大懶人就說 許智峯又在Facebook之前 我不知道許智峯怎麼說 但是許智峯的情況 其實跟他不同 許智峯的情況 就是他用假文件去外國開會 許智峯的情況 跟周庭的情況 是有差別的 其實 周庭呢 他坐牢後 他什麼都沒有搞 他說他什麼都沒有搞 現在才搞獲勁 我也要講 他是一個弱女子 他有一個形象 是 你現在 你出重手去搞他 都是很吃虧的 特區政府 我說過實情 你只能夠針對他說的 不實的事情 去作出回應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有什麼是假的 他說過有什麼是假的 簽悔過書的那些 有什麼是假的 叫他簽感謝信的那些 有什麼是假的 如果有的 如果這個 因為周庭是說的 這個是 他拿回護照的條件 來的 這個是他拿回護照的條件 如果真的有這個條件 這樣 你就不能出聲了 這裡有 其實這個 如果你真的用這個條件 去做 拿回護照的條件 其實是很笨 我不想這樣說 但是 不知道誰想這些事情出來 就是說 我說過實情 看 看 Steven Jr 他就說 想問一下 政府有沒有澄清三封信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他有沒有澄清三封信 其實這個事情很有趣 這個事情 看 呃 所以 曾經說背後應該有團隊幫助他 他一定有律師幫助他 但是 他一直都是態度合作 他就是想去外地升學 那麼他有文件 他是被取錄 那麼 現在 現在國安處 就是說 他被取錄 所以就 9月就發回旅遊證件給他 就延長保釋去到12月 那麼 周庭就說12月都不會回來 那 這個 情況就是 事實就是這樣 現在知道的事實 已知的事實就是這樣 那麼 MHK0030就說被他玩是預料的 那麼 Ray Wall就說 政府應該今天要出來說一下 那麼 Steven Jr.空就說周庭真正懂得玩政治 比許智峰 那麼 我不知道他 就是 哪一部分是有造假的 或者他可能很配合 他可能有很多東西是很配合的 那麼 但是 有些東西就是 拿了護照之後 他應該現在一個人都走了去加拿大讀書 那麼 他 有些東西不說 現在才爆出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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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東西你無法釐清真假 你無法釐清真假 那些人是比較容易相信周庭 我說過實情 那麼 Freder Wong就說 棄保潛途 已經不在香港 當然會搞事 他就說 不會回來而已 但是 他也有另外一個說法 你九月給那個旅遊證件 給他 然後延長他的保釋到十二月 那麼 你就是逼人三個月一定要回來一次 那麼 你叫人三個月回來一次 其實是不是現實呢 那麼 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又不是很現實的做法 這個又不是很現實的做法 譬如 你說他一年回來報到一次 就是 你那個保釋條件 是你說 因為他讀書嘛 要讀一年的 就是 每年回來一次 那麼 我就認為這個做法 看起來比較合理 現在警察報出來的事情 他就說延長保釋到十二月 就是你要他三個月回來一次 這件事情 正常都不會做 所以 所以有些事情 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奶奶的 這件事 某程度上是奶奶的 那麼 爬爬烏就說 他 不算佼佼鎮 他有精神問題 當然想在網上交代一切 那就了了一件心事了 他現在的情況 這些人是很難搞的 這些就是連 《新聞女王》裡面也有劇情 《新聞女王》 《何以廷》做的角色 就是有抑鬱症 周庭也是有抑鬱症 所以 特區政府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要很小心 你單單靠警察去做 我講過的實情 都很容易會出事 我講過的實情 那麼 強盛就說 來回機票要不要兩萬元 如果要在十二月的時候 即是聖誕之前 一兩個星期回去香港 那個機票的價值是很高的 很多人都不會的了 Ray Wall就說 重點 重點不是 他會不會回來 重點是政府如何處理這件事 沒錯 重點是政府如何處理之後的後續 這也是一個公關問題 當然 你說沒所謂的 沒問題 我們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我們國安先做什麼都可以 但不是這樣 現在香港 其實做生意的人 是覺得很糟糕 雖然市面是旺過之前 市面 有些朋友近來回到香港 都說市面好像多了些人 但其實是看哪一個區 實情就是 整體來說 都是不太妥的 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太妥的 L710回到國內 就是用回鄉證 不用用護照 這個是真的 但是 他是扣起了他的旅遊證件 所以是很麻煩的 Freder Wong 就是多過兩萬 到加拿大當然不止兩萬 那麼 現在這樣的環境 當然是很麻煩的 輝日人類美洋共同體 就說 現界每天都說國安 煲到這麼大 但是 周庭就吃著一輩子 做逃亡政治逃犯 將來一輩子都會有人捐錢給他 都不知道多爽 其實他的家境也不錯 周庭的家境是不錯的 他不需要吃這些錢 這是我的理解 因為他家裡算是挺有錢的 為什麼 挺有錢的人都會做這些事情 為了理想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理想 我不知道 但是說出來當然是有理想 我來到這裡休息一會 因為周庭那裡 其實我之前也說了一段 已經說了發生什麼事 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子女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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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